今天是西区微信所 今天就開辦到四集長照巷弄站來試合 將對到領域心心健康的輸球 在每個星期到星期五 開辦到不同類型的動態還有整體確定 提供給社区領域參與行程 這之前在八幾個月的歲月 甚至歡樂會 領域相當開心 享用到精神準備的餐點 共同觀眾一年來的活動壓平還有作品 現場的氣氛相當歡樂 來試合 今天西区微信所開辦的長照巷弄站來試合 在這間幾百歲月星期發表會 參與確定的領域大家去接做會 做會吃美食 並想過去一年參與確定的作品 還有贏品的紀錄 也建成大家能力向是參與社区交流的領域 今天微信所長張藥茂 特別到現場含領域動畫 期待來試合長照巷弄站 不僅是微信所也是照顧 社区健康的福祉儀 我們今天中華也有這麼多的學員 今天都在這裡都很高興 也展現他學習的成果 我們這個西點長照 就是我們的巷弄長照站 希望能夠在很多的老人家也好 我們你看我們包括很多 有一些行動不方便的失能的老人家 都可以出來外面 我們參加我們的活動 我們市長也非常的重視 所以我們在西點很多的活動都很創新 包括這些你看還有書法的 還有很多剛剛展示跳舞的成果都很不錯 今年我們也增加了戶外的這些熱靈運動 我們希望這些熱靈來這裡 希望各位老人家 各位我們長輩們 能夠有一個適當的場所 每天可以來這裡上上課 然後來跟大家做好朋友 我們社區增加身體健康 預防失能也永遠失能 這是我們最大的健康 共祝大家新年快樂 事事如意 那做個會議上的政策 以洪雪林和保持活力相當重要 等於在家裡 新外形態戰異的政策 既然和身體健康 多少都有配合的進行 當於是西区衛生所 公共民眾多多高雷 在家裡的政策 來參與到社交活動 不只是可以建立到良好的社交關係 各黨久久做會參加各種活動 讓政策活力溜溜溜 健康到勞 新新聞就頂層王先生 跟他一起開紅報道 下載哦 旺TV數位電視